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2013年我来到美国 然后第一次走进教会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教会在参考那地方 可能老一点的弟兄姊妹都知道 那个地方不好找 因为我当时我不知道那地方有个教会 但是我教部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步一步的走进去 当时正好赶上春小传道在讲马太福音 我听了之后 从来以后我一直在教会 一直到现在 他讲的是世人 上帝爱世人 猜浅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降世成人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我听了当时很感动 我说在世上没有一个人像耶稣一样 为我们流进宝雪 高谋我们 听了正是听了这句话 受感动 所以说我一直到在教会 后来 2014年2月份 当时我在仓库做工的时候 从梯子上说下来 可能老一点的同志都知道 那时候我受伤特别严重 而且在家待了三个月 我现在腿上还有三根钢钉 可能这辈子取不出来 直到进火化间的时候 那时候在医院 没有一个人去看我 因为我当时 出了教会 我不认识其他朋友 当时我心里特别凄凉 知道吧 因为一个人躺在教会 什么都 不是躺在医院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都干不了 做不了 医生叫我下地 我说我下不了 我腿根本都没法走 就在这个时候 陈采遣猪大姐告诉我 一定要喜乐 不要为眼前的事情所担忧 正是通过猪大姐 然后我从那时候 心里就没什么可担忧的 就是感觉到自己很 什么事情好像是都不在乎样的 然后后来遇断了 因为那时候老板很刁卖我 因为我在当时在仓库 只做了一个月的工 所以说索赔很难很难的 然后我在教会祷告 我也进食祷告 他一直拖到11月份 才勉强地告诉我 你的工商 我们可以坐下来冷静地谈一谈 但是我相信这是神给我的应许 第一个应许 告诉我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也是从那时候 我爸四篇二十三章 作为我的周永明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我虽然有困难 但是也是感受到他 在我里面 我不会担忧什么 我到上路之后 就开始找工作 那时候腿那个样子 很多人都不愿意给我工作 然后我就在家祷告 向神祷告 希望神能够赐我一份 好的工作 让我满意 但是 祷告了有两个星期吧 然后神突然 好像有一天 我在家的时候 突然心里里涌了一句话 神告诉我 你可以买辆车 去送外卖 虽然你腿这样子 送外卖挺好的 然后从那以后 我给老板谈 我给外卖公司老板谈 我说我可以来你们公司上班吗 老板说可以呀 我说呢 我第一个条件就是 我星期天必须休息 因为我是基督徒 我每个星期天必须到教会 老板说没问题啊 这个条件可以呀 然后别人我说别人没有什么条件了 然后老板就说 那你的工资也就是三千多 我一听挺满意的 因为我在参户的时候 一个月我只两千块钱 而且还持住 都包括在里面 我感谢神给我了这份工作 一直到现在 我做得挺满意的 然后 从那以后 我们公司到现在 唯一的一个休息 经营店休息的就是我 从此以后 没有人在星期天休息 因为公司不允许 因为星期天的时候 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然后来到教会 我奉献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从那时候开始 我每次奉献 奉献多少 神都会 都会给我 给我多少 头两个星期 我感觉都 挺纳闷的 都是这巧合吧 我说 我就奉献的那么多 怎么会 到时候到每个星期天 每个星期六 我时候 我算了 神每天给我 就是我奉献多少 每天给我多少 我自己都纳闷 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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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觉得 这是神给我的 最后我给大家分享的是 我这是上庭的经过 因为我上庭之前 我的法国 律师告诉我 你的法国 你的检控官很刁难你 因为他是个老检控官 他要带一个新检控官 别人都是一个检控官 你是两个检控官 我当时心里很 很处 然后 背铁大姐告诉我 她说 上庭之前 我们做个祷告吧 然后 为我祷告了两三分钟 然后上庭的时候 果然 天空官 特别刁难我 二天问了 很详细 很详细 然后问了我 到最后 我无语了 后来 从那些那 告诉我 有句话就是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逼不住缺乏 所以说 我冷静地坐到那地方 后来 法官告诉我 虽然检控官刁难你 但是 你的政治庇护通过了 而且 你的检控官不会起诉 我当时真的感谢神 谢谢神 使他开启了法官的心 保守我通过了 哈利路亚 谢谢主 通过以上的三个应许 我深深知道 在他没有 做不成的事 我愿意 把我的人生交给主 按照主意的 执意形式 做他的使用的器皿 从这 从现在开始 我也会 告诉自己 我一直会在教会 做他合适 使用的合适的器皿 我也会 按照主的旨意 走出去 作为他的器皿 去传播福音 谢谢大家